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iOS15还有iPadOS15上面 图片转文字的功能 之前我曾经有做过LINE的小技巧 里面就有提到 LINE上面是有一个图片转文字的功能 我觉得那功能非常的好用 那最新还在测试当中的iOS15 上面也新增了这个文字辨识的功能 那它不仅功能更强大 用途也更广 其中就包含了直接使用照相机扫描 或者是在图片里面直接辨识 那不管是在iPhone或者是iPad上面都可以使用 那不过因为现在iOS还在测试的阶段 所以正式版大家可能还要再等一阵子 那我今天就先用iPhone 还有iPad上面的Beta版测试给大家看 那第一个我想要测试的功能 就是直接用照相机来扫描文字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把我做的笔记 把它扫进我的手机里面的话 我就直接打开我的照相机 打开照相机然后对准你想要扫描的文字 景观窗里面就会出现这个符号 近一点给大家看这个符号 点下去它就会图片转文字了 然后接着你就可以去选取你想要截取的文字 就是说这样子 接着我就可以把它拷贝 或者是你也可以翻译 等一下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翻译的功能 那我们现在先拷贝起来 然后就可以把它贴到你想要的地方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测试看看这个手写的电话 地址还有email 一样我们打开相机 然后对准我们想要扫描的地方 然后按一下这个图片转文字的按钮 然后它有侦测出是电话 或者是地址的地方 它就会用这个灰色的底线把它标出来 那像是这个电话我就可以直接拨打 我长按这个电话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拨打 或者是传送讯息的选项 那今天如果是地址的话呢 你长按它 它就会在地图上面显示这个地址 然后你也可以去执行一些动作 那最下面的这个email呢 它没有辨识清楚 可能是我手写字太丑了 那今天如果它有辨识出它是一个email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开始新增邮件 那使用照相机来辨识文字的功能呢 现在在任何你可以打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咯 那例如说今天你想要把笔记上面的东西 直接扫到你的备忘录的话呢 你就长按 接着呢你就会看到这个 来自相机的文字的选项 你就点下去 它就会跳出一个相机的视窗 然后你就可以去对准你想要扫进来的文字 然后它就会自动去辨识了 例如说 确认那个文字是你想要的时候呢 你就点一下下面的这个插入的按钮 这边有一个插入 它变成蓝色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 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按一下这个插入 它就会自动扫进你的备忘录里面了 那例如说你今天只想要截取一小段文字的话呢 你就按一下右边的这个文字辨识的按钮 然后你就可以来这边选取你想要的文字 例如说只想要第一行 我就可以部分插入文字了 那除了备忘录之外呢 任何你可以打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例如说Google的搜寻栏也可以喔 例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搜寻栏的部分呢 你也一样长按 它就会出现这个来自相机的文字 那你就可以去去扫 然后它辨识出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插入或者是你可以选取部分的文字这样 例如说我只想要第一行 这样子选取完之后呢 它就会直接跑到上面来 然后我们按插入 然后就可以直接搜寻了 然后再来第二个 我们要来测试图片辨识的功能 不管你今天是手写啊 或者是招牌 都可以直接辨识并且搜寻 那我这边呢准备了几张图片 我们来测试看看这个功能吧 首先你要确认一下你相簿里面 右下角出现这个图片转文字的符号 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选取文字 或者是你想要让它标示出来的话 你也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很明显的把文字标出来 所以你按不按这个按钮 你都可以直接选取文字 选完之后呢你就可以拷贝啊 或者是查询跟翻译 另外呢它也可以辨识招牌啊 或者是手写字之类的 像是这边呢它有出现这个符号之后 我就可以直接选取文字 像这样子把它框起来之后 我就可以拷贝或者是查询 我也可以把它拉下来 就是选取更多的文字 那如果你想要让它标示清楚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 它就会把文字的部分凸显出来 那我们再试看看下一张 例如说这边呢我想要让它标示出来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像这样子把文字的部分标示出来 那大家注意一下在电话号码部分 它会出现一个底线 那有底线的地方就代表说它可能是电话 或者是地址啊或者是email 那电话的话你长按它你就可以去拨打电话 或者是传送讯息 那今天针对这个店名呢 我也可以直接上网去搜寻关于这间店的资讯 就是把它选起来 然后我们按查询就可以了 那在手写字的部分我刚才测试了一下 它的准确率没有到非常高 除非你的手写字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的手机的讲义 转成手机上面的文字的话 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准确哦 那这边我试看看复制这个非常缭乱的字机 然后在备忘录里面贴上看看 贴上之后大家会发现它不太能侦测 它是一整个句子 所以如果你字机潦草的话 其实这个功能是不太能用的 那这个功能呢不只可以在相簿里面使用 连你在Google搜寻的图片都可以使用 就是说这张照片呢 我想要直接把它选起来的话呢 我就长按这个文字 那它就会出现这个框框 我就可以把它选起来 那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图片哦 就是它并不是文字档 但是它还是可以辨识出来 那我们刚才这样测试下来呢 如果你在上面的文字 你要复制到别的App里面的话 你还要去切换视窗 但是如果你今天使用的是iPad多工模式的话 真的就超级方便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iPad上面效果如何吧 那现在大家看到我的iPad上面呢 这边是备忘录 然后这边是我想要转成文字的笔记图片 那现在呢 我就按一下这个辨识文字的按钮在这边 然后它就会自动去分析哪边有文字 那现在呢 我就先选其中一个地方 长按之后呢 把它框成蓝色的 框好之后呢 可以拷贝 或者是我可以直接把它拉过来 像这样子把它拖曳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我看它辨识的准确率 是还有待加强啦 那如果你的图片原本就是用电脑打出来的文字的话 那更不用讲就是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按这个按钮 然后它就会出现嘛 然后你就选 选完之后呢 我们也可以让它翻译 不过现在这个翻译的功能 还没有支援繁体中文就是了 不过之后应该会支援吧 那在iPad上面呢 一样可以去使用我们前面在iPhone上面 介绍的功能 例如说在Google搜寻图片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截取图片里面的文字 例如说我想要查询这个图片里面的这间公司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文字选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去拷贝啊 或者是查询之类的 这个功能非常好用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看到有一间店啦 但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讯息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点图片 然后去搜寻这间店 你就可以不用打字了 然后如果图片里面有电话啊 或者是地址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或者是搜寻地图 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图片转文字的教学 就到这边希望我帮助到大家 那我自己个人认为这个功能对学生来说 非常的实用 就是今天如果有老师发的讲义啊什么的 你都可以直接把它数位化 那此外呢 如果你也有希望我测试其他新功能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